好这个智慧站牌3.0 22号在花莲铁道文化园区前东大门站举办启动的记得会 那么花莲县长徐振卫 以及花莲县政府的建设处长邓紫瑜 邀请中央国家发展委员会 交通部公路总局主管机关首长来共同出席会议 那么大家热闹的在东大门全功能示范智慧站牌 以及后车亭一起来启动智慧站牌3.0 智慧站牌3.0 22号在花莲铁道文化园区前东大门站举办启动记者会 现在徐振卫表示 这次与公共艺术简子艺术家杨世宏合作 与太阳的故乡来寻塑花莲城市整体的意象 住在台9线以及台11线400座智慧站牌 多样因地制宜的建制的丰富 花莲这座最美丽的智慧城市 每一个落点的规模的站地的大小 还有它适用怎么样的站牌 也就因此有五种形式的站牌的产生 而这五种形式的站牌 我想等一下 那个我们的这个执行单位会跟大家报告 而最完整的站牌应该是属于这样子的站牌 有座位有遮阳 还有我们的整个灯光整个照景 那在这里第一个我想第一个是我们要谢谢众管处 还有东管处 因为在众管处我们在第一期的时候 众管处跟花莲县政府合作 所以我们众管处有五个特色的站牌 这是先第一步先做 第二步就是我们启动了十三乡镇的特色站牌 这也是我们在四百个站牌里面 我们希望跟十三乡镇市公所合作 让乡镇公所结合它一乡镇一特色 然后把它先做出来十三个各乡镇的特色站牌 之后我们再开始增见着手 其他的台九台十一线的站牌 所以在这整个协调计划的过程中 很辛苦的是我们的执行单位 还有我们的这个行政部门 规划了很久也邀请了很多的企业来参与 那在这边也代表感谢 那还有再来就是说我们这个 除了智慧站牌以外 我们现在还有推动很多一些 这个智慧科技的部分 包含我们这个交通重要的路口 中华路、中山路、中正路 他们都有做这个 我们红绿灯 这个前面有几个停车格 直转右转有几个停车格 我想这是也是很贴心 也相当这是智慧科技能够融入我们 我们的这个交通的部分 现在许中卫表示 随着疫情成为新常态 国境逐步解封 追求永续旅游的浪生不断 向来以壮阔山海景色 与美丽风土人景星 海内外旅人造访的花莲 如今有更永续美好的旅游行方式了 透过花莲各乡镇道路上 新设置完成的400座智慧站牌 及时掌握公车动态 大车公车移动到花莲各大景点 加上花莲转运站以及花莲右 真行的虚拟整个线上速度 线下温度的创新旅运平台 提供各种交通票票的多样选择 走访城市各个角落 探索城市新崩茂 创造永续旅游的新体验 记得继续合作吧